嗨,这里是Homalitra,我是Tanya 今天我们来学习十字星 十字星长这样 它有几乎相同的开盘架和收盘架 以及相似长度的上下引线 它表明开市之后骨架想往上升 但被压下来 想往下掉但被推上来 它代表趋势的犹豫 是一种犹豫的蜡烛形态 在一段下降趋势中 出现一根蜡烛 这根蜡烛开盘和收盘架几乎相同 上下引线长度相似 这根蜡烛叫做十字星 十字星出现之前 卖方力量强于买方股价下跌 十字星出现之时 代表买方和卖方力量暂时势均力低 所以趋势、犹豫 可能继续延续 也可能发生反转 在一段上升趋势中 出现一根蜡烛 这根蜡烛开盘架收盘架几乎相同 上下引线长度相似 这根蜡烛叫做十字星 十字星出现之前 卖方力量强于买方力量股价上升 十字星出现之时 代表买方和卖方力量势均力低 暂时达到平衡 在那之后 趋势可能发生转变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十字星 十字星是上升或下降趋势中 出现的犹豫形态 它表明买方和卖方的力量 暂时达到平衡 势均力低 趋势可能发生转向 也可能会延续 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Telegram通道